中路台风苏拉逼近台湾 花铃县政府已经在29号的下午公告 划定花铃县封滨海岸、海港以及港铺等区域范围为静置区域 而海巡人员为了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对于青海民众加强实施观浪劝离 提醒民众切勿靠近海边以及跨越封锁线 避免发生意外 因应苏拉台风路径持续向南移动 虽然没有直扑花东地区 但是外围环流影响着适逢大潮 将带来较大的雨势、强风以及暗季活动的威胁 为避免游客因游气、汐水或是观浪 不慎遭到海浪吞噬而意外发生 海巡队针对沿岸区域实施观浪劝离 并对沿岸禁止公告区域拉射封锁线 以确保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暗季将有强阵风及长浪发生 且适逢荣丽大潮 为维护民众安全 在此呼吁民众切勿擅闯管制区域逗留及观浪 若经劝导不离去者 可依违反灾害防救法 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 25万元以下罚缓 最后在此呼吁 如于暗季港口发生任何急难事故 均可拨打海巡署118报案针专线 本署将立即派员前往协助 第12岸巡队也呼吁民众切勿前往暗季 或是提防逗留关浪以防旱事的发生 明天也适逢超级蓝月满潮 台风来袭根据气象预报 苏拉台风今明两天是最接近台湾 民众还是必须注意发生海水倒灌的情形 记者林杰华林市采访报道